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北京时间2022年7月30日,NBA方面,再次传出了一笔签约的消息,修载器动作频繁的,明尼苏达斯里郎队,再次签下强远。 据宁记Watch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自由球员,艾里克帕斯卡尔,已经同意,与斯里郎,签订一份一年的合同。 这笔签约,对于斯里郎队来讲,也是非常重要的,帕斯卡尔上课赛季,为爵士队,打了58场比赛,场均能够得到5.8分,1.8篮板的数据。 96年出生的帕斯卡尔,目前26岁,正处于生涯的巅峰。 在被勇士队选中之后,他新秀赛季,就入选了最佳新秀阵容第一阵容,还是有着非常强的能力的。 休在期,森林郎队,可以说是,有着非常大的动作,在保留艾德华兹,唐斯和拉塞尔,这三位核心的情况下,球队通过大交易,得到了鲁迪戈贝尔,与唐斯,组成了恐怖的内线双塔。 随后,球队签下了福布斯,凯尔安德森,和小里福斯,这几位汉将。 森林郎,与福布斯签下的,是一份底薪合同,与凯尔安德森签下的,是一份两年1800万美元的合同,与小里福斯签下的,也是一份一年合同。 再加上,与帕斯卡尔签下的一年合同,以及交易得到的戈贝尔,球队在休在期,已经也进了五大强远。 新赛季森林郎的目标,绝对不仅仅是季后赛,他们核心阵容,有着足够大的强度。